Hello,大家好,这里是一二岁足 看我桌子上搞这堆沉木,这是干啥用的 其实啊,我今天下午是抽出一点时间 做了一个小景观 因为我家里面不是有两个35厘米的方刚吗 里面的景观有点糟糕了 大概半年时间没管过了 今天突然心血来潮 把沉木打包发货完了 没事了,现在就开始动手 做了一个小景观 我们现在看到这是背面 然后转过来,咱们看一下正面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沉木 做了一个组合 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景观 为什么要做这么简单的一个景观呢 因为我平时的时候卖沉木啊 卖鱼什么的 根本就没有时间来打理这个鱼缸 所以说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景观 然后这个景观呢 咱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它呢,放到鱼缸里面之后 周边我会全部栽种上 那个迷你牛毛 就不种其他水草了 这样的话,只是下面有一层草坪 然后上面立起来几根沉木 再养上一群小型热带鱼 在鱼缸里面游起来 我会感觉它比较清爽啊 咱们不再做那种特别复杂的 什么像热带雨林一样的那个景观了 太麻烦 现在我把这个杂七杂八的东西拿掉了 拿掉之后咱们再细看一下这个 我告诉大家这个玩意是怎么做的 好了,我们现在就只看它就行了啊 其实这个用到了多少块木头呢 一块,两块,三块,四块 四块木头,六块石头 就这么简单啊 往一块一拼就行了啊 然后这个是怎么拼起来的 你们看一下它的细节 有没有看到粘的痕迹啊 这个地方 红色的粉末 这是用胶水粘起来的 也就是用的这种骨架胶啊 国相的骨架胶 撒上一些这个锯末啊 我用的这个锯末是红木的锯末 撒在上面用胶水一滴 差不多三秒钟就固定住了 然后呢 木头是这样粘的 咱们石头就不是这样粘的了 你们也可以看到石头上面有这个 撒过这个锯末的痕迹 但是它的下面呢 是有这个纸团的啊 抽纸 咱们是先用这个纸 从这边看啊 这边还可以看到这个纸 用纸夹在这个石头与木头中间 往上面滴这个胶水 滴上胶水粉以后呢 就起到了一个初步固定的作用 然后咱们其他的位置 再往纸的表面撒上一层锯末 就OK了 就这边简单 如果说把这个火山盐 砸出来一些粉末 撒在上面 颜色更自然啊 它就成了一个一体了 但是我没有那个时间去砸这些粉末 所以直接就这样搞了一下 非常简单的一个景观 如果大家对这里面还有什么不太了解的地方 你们可以评论留言 我看到以后我会告诉你们的 还有就是大家在做这个草钢景观的时候啊 好多朋友说我不会做 不会做 我已经把这个方法告诉你了 你只要说想象一下自己想做成一个什么样子 自己动手去做就行了 一遍做的不理想 那就做两遍 两遍做的不理想 那就做三遍 每一个造景师都是这样 一步一步 成为大师的 好了 我们现在转个圈来看一下这个啊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它的背面 因为背面不考虑到欣赏的效果啊 所以说就比较简单了 像这种上面呢 你要是想点缀水草的话 你可以粘一些墨丝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水草都可以的 我这个就不粘了 我这个呢 就是把它往鱼缸中间一放 周边 养上草坪 让它在半空啊 有一群小鱼来回游动 这就OK了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吧 有什么不懂的 到时候你们再问我 好吧 拜拜